回乡是个问题 摘要一切似乎都远去了 唯有思念和家乡这种情感与实体的双重关系始终存 在不能忘却可是以后还会有吗 从来不知道回乡是个问题 但是套用一句实相的流行话 家乡最有权利这么说 你来我在 你不来我也在 还有作为家乡那是潜意识里 没有说出来的话 却被歌手生生的唱出来了 我在这里等着你归来 从五六岁开始有了回乡的记忆 那自然是跟随父亲回去的一清早坐八路有 轨电车赶到定海桥百度过江对面 有个庆宁寺 随后坐小火车辗转天驳 到江镇再换公交车 大概要傍晚 才能到达南汇老家那是记忆中的印象 现在用导航定位住桥 驻东村从家里过去三十五公里 开车也就一小时的路程国家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建设 把无数人其中优惑的回乡路由一天变成一小时 而且从泥土路变成百游路 水泥路越来越平坦 直至走高速交通工具 也越来越先进最后是自己开的车直达门口 故乡 不仅在梦中 更在现实中 沿门前改革开放之后 变化来得太快 太多 也许我们被幸福麻痹了以为 应该就是这样 然而一旦你什么都有了最后突然要失去家乡了 这才感到愁上心头畅往不意我的祖籍的驻东村七队要动 签房子也拆得差不多了 听到这一消息 我着急了赶紧回去 原来吗 亲戚在堂哥堂姐表哥表姐 以及弟妹侄儿外甥一大方人 从阿奶到老伯伯和娘娘算起 如果再往前 他们已经说不清多少代人 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现在我就多了 一种感觉好像他们也是为我包括和我一样离开祖籍地的人的思念而驻守在 那里的驻东村村委会是一幢二层楼的房子 在村后背靠路边我每次回去都看见他住在那儿 可是从来没有上去过 没事注意到 他也是因为侄子罪 早的门窗场就见在旁边 再往前 所有的关于家乡的记忆 都是苦难地从茅草棚到破烂的泥瓦房过去 家乡的印象就是肖色和凄凉 我父亲是在十三岁那年从村子里走出来的当时祖母我们普通人叫阿奶的老人家 为了让他吃饱肚子 再出发到隔壁林社去介意 晚饭竟不可得大家都穷穷到吃了上顿没下顿揭不开锅的地步这件事 自然是听老辈人讲起来的 但是我的目利所及和亲身经历让我对此深信不 以我的堂姐爷就是我老伯伯的独养女儿结婚 正是全国人民饥饿的三年困难 时期还没有上学的我去乡下喝喜酒 坐到台子上 现在说出来是丢人的 乡亲们竟然带着锅子 连吃带拿把桌子上的菜一扫而空 我根本就没有吃到什么 后来老伯不看见就牵着我的手来到灶头间 让厨师盛了一碗饭加了一块好香 红烧的走炉肉还有肉汤淘饭 美美的吃了下去 再后来我们城里人也饿得没有吃了 几乎没有一顿心满意足的饱饭 告急哀乐情是为代保证 是我现在的文学想象 然而真真切切的 世家乡的老伯不就迎来了有一次 他大清早从南汇驻桥乡 驻东村出发